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李昂夢魘集 那有觀眾朋友問到吃油能不能過 這邊就來幫大家稍微示範一下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都有打在旁邊 以及時光牌 如果有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喔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我們先偷一個回合 好第二回合我們開吃油選五屬星右上角那一個 好那這邊我們就去符合紅綠燈 但是對面有五屬強 所以我們必須疊一下光珠 好 好OK 好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二關 好第二關這邊的話是要手銷全新 以及轉到兩組十字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開那個 吃油然後我們一樣選五屬星版面 就是右上角那一個 好來接著我們開火八的忌餓 好那這邊我們就是轉兩組十字加手銷全部的新珠 我算一下新有幾顆 1 2 3 4 6 7 8 9 10 11 好這邊的話我們直接用新珠來當基底好了 這樣子轉兩組十字就一定會手銷到全部 好OK 那當然轉法不一定要一樣 你就找你比較好轉的方法去符合敵技就可以了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的話我們要偷一下回合數 那這邊轉我們都是去停在吃油的直航 這樣可以完全回血 好然後如果莎士比亞有跳的話可以先開 好這邊停吃油的直航 好再一次 好那三回合過後呢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把那個莎士比亞關掉 好然後我們抓附對持油的角色珠 好來這邊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這邊第一回合我們先開紅娘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直接去 轉到滿版 好那第二回合我們就開火巴的忌餓 好那這邊 轉完我們去把龍科打開 如果有帶走就直接一波帶走 啊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等一下就是 繼續偷回合 然後等到那個莎士比亞跳回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打開 然後去把剩下的新銷到 照理來說應該是剩下個位數了 那吃油本身有天降 要剩下個位數量的新 應該是還OK啦 我有幫大家試過 我這一回合可能是 新珠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有直接兩回合收掉 那沒有兩回合收掉 也是可以打過去的 所以不用擔心 好那因為帶的是九風的腐化 所以這邊有一個延遲的效果 好再來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吃油 然後我們選擇光暗青版面 好左下這個 好那數字二三呢就是這一顆暗珠起手 好第五直行第二顆暗起手 好往右一格往上一格 這樣就是數字二三了 好來這邊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五 好第五這邊的話我們就把莎士比亞補回來 如果剛有開的話這邊就不用再補了 因為會變成關掉 好來再來我們就開烏圖 好然後開吃油我們選終極五屬星 右下角這一個 好那這邊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這邊帶過去 好再來到第六 好第六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轉隊9C兩次就可以了 好這邊雖然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對大家就努力去嘗試吧 因為這個如果對於手轉擅長的玩家來說是送分體 但是對於手轉不太擅長的玩家來說 會宛如夢魘般難轉 啊對啦本來就是夢魘 哉惡好了宛如哉惡般難打 好這邊要再一次 ok 好接著來到第七 好第七這邊的話我們開紅娘 好然後我們就抓著流光珠大力轉 轉完的話 轉完的時候塞到吃油裡面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電極珠只要塗過去就直接解掉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直接正常轉 好 好來這邊吃油就可以無事實至帶過去 好來接著來到二血 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火吧的技衣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如果沒有一回合收掉沒有關係你還有第二回可以轉 好那這邊如果沒有一回合收掉沒有關係你還有第二回可以轉 應該是一回合收掉沒什麼大問題 好來這邊帶走 好接著來到第八 好第八這邊的話我們就開那個火 欸火吧的飢餓 好然後那個暗珠如果你怕不喜歡消到你就把光珠全部都用疊的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我們原版面都不要動直接這樣子送他就可以了 好來這邊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九 好第九我們開吃油然後我們選擇終極無屬星版面 好 好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王一 好王一我們就關加開莎士比亞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不要去手銷到光珠我們就把光全部區隔開來 好 OK來一血這邊就帶過去 來接著二血喔二血這邊的話我們開吃油然後我們一樣選終極無屬星版面 好那這邊就直接送給他 好這邊帶走來最後一條血這邊我們就直接開烏圖 然後我們去轉到無屬不一樣的珠子你就心裡默念水火目光暗 然後如果有卡珠就用心來替代例如說假設 假設水卡珠好了那我們就變成消火目光暗星這樣子 好 那我想一下喔 火目光暗星 按珠用疊的好了然後剩下來消一消 好 好啦那以上這邊的話就是吃油通關這個全新夢魘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